由香港廉政公署和非盈利组织世界正义工程联合主办的廉政公署第七届国际会议 5月22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大会主题为拓展反弹新事业 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专家、学者、官员齐聚一堂 就反弹工作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今年正值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5周年 香港同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开幕辞事表示 廉政公署扮演着重要角色 令香港成为世界最首法的城市之一 公正法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在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贪污行为无处不在 如今香港充满朝气 廉政公署功不可没 一位最法律政公署的社会 最后一位最法律政公署的社会 产生是一部分的平常生活 产生的民族 热情和执行都被凝聚 但这就是历史 反正的回答 ICAC 出生了一个分别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过去年 林郑月娥亦表示 廉政公署未来的工作仍充满挑战 希望其可维持独立性 继续加强公众教育 香港终身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亦出席会议并发表专题演讲 马道立在演讲中指出 贪污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 对社会会产生严重危险 必须迅速彻底的铲除 否则就会蔓延到整个社会 而法治在任何时候都应是走在前面的 法庭的角色是要平衡利益冲突 要按照法律原则及精神处理案件 郑若华表示 林郑公署的成立对整个香港社会 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给香港反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随着跨界活动的增加和技术的出现 单靠本地反腐并不足够 需要加强跨地区合作 包括制定引渡协议及司法互助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米朱乐在会上详细介绍了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的反腐成效 米朱乐表示 在反腐败方面 中国决心不变 力度不减 尺度不松 中国亦积极推斗反腐败国际合作 未来 中方倡导各方进一步 强化政治共识 拒绝成为腐败人员和腐败资产的闭嘴天堂 同时采取务实行动 构建牢固的反腐防线 构筑更加紧密高效的司法执法合作网络 据了解 联政公署第七届国际会议将持续三天 会议之后 联政公署还将与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合办一天半的培训课程 安排约200位海内外专业人士参观联政公署总部 并参加与执法教育及防碳机制有关的专题工作坊 安排约200位海内外专题工作坊